在泰国有一个神奇的传说 僧人给信众后背刺上神秘图案 能让人信心倍增甚至刀枪不入 这项古老的记忆叫做赐福 在泰国人们为了祈求运势 好的运势 财运 人缘方面 除了请佛牌还会去做一项事情 它就是去做赐福 赐福就是相当于是中国人的纹身 但是它比纹身更加的具有功效 具有效力 就是要经过师父的加持 今天呢 我之前在泰国认识这个美女 她就要去做一个赐福 你想去赐一个什么样的图案呀 我想赐纳家 纳家 纳家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性质东西 纳家其实就是 它用泰国人的话来讲 就是泰国的那个龙 每一个寺庙它都会有纳家在 就是有纳家的表象 它有一种保护神的作用 中国有个说法是 不道长城非好汉 但是在泰国呢 一个男性啊 如果说她的满背 闻的都是那个赐福的图案 那肯定是一个好汉 你看后面这些啊 图片都是那个师父 他闻的那个赐福的图案 这还不算夸张的 我见过啊 就是整个后背啊 全部都闻满了图案 泰国人认为 把护身符或者经纹的图案 刺进身体里 是一个非常痛苦 却能消灾降服的过程 如果你的背上 闻着很多的图案 那你一定是条好汉 像它这种赐福啊 它跟那种像纹身垫那种 有什么不一样吗 哦 那不一样 因为纹身垫它是用机器刺的嘛 它这种是泰国是一种 古法那种真刺的 而且它是不打麻药 就直接刺上去 很痛嘛 很痛 是吧 通常的话 你要刺到一整个背上面的话 那得是很痛的一种 所以它是非常有种 一定要有那种毅力 才能刺得完 现在怎么样感觉紧张吗 看见那个针嘛 就是那种没办法的 不敢想象 我们看一下师傅那个 就是要刺的那个针啊 有这么长啊 看上去就很吓人啊 这么长的大针 和现代纹身不同 古法刺服的过程非常传统 师傅拿着一米长的工具 前端装上小钢针 沾着墨水 一针一针往身体里刺 怎么样 痛吗 我现在我就能理解到 前几天 我有个朋友在刺服的时候 他就问我 到哪了 到哪了 我现在也想问这个问题 我看看 阿尔多里看看 可能有四分之一吧 很难受 我现在就是感觉浑身在出汗嘛 但是就是 师傅以前说过 他说 你刺服这个时候 这个疼痛 它是在帮助你消灾嘛 之前听说那种 就是刺了之后啊 会上瘾的那种 现在能理解吗 我现在我感觉到疼 但我想 看了 看他刺服之后 要是比较 就是很好看 然后又又又很 就是怎么说 运气又很好的情况下 我想我还会再接个刺 就是刺服的时候啊 师傅会给每一种不同的图案 那个加持的时候 念不同的咒语 所以说 它的功效也是不同的 但是这个刺服里面啊 最为神奇的 还是属于这个 师傅现在用手指来蘸的这个 叫人云油 这种油 闻上去有奇异的香味 据说制作材料 是由师门中的前辈 在缅甸深山中采集的 一代一代传下来 这个也是这个 呃 刺服里面最为神奇的一个环节 所以说并不是 每一个会刺青啊 会纹身的师傅 他都会刺服 这个刺服的过程啊 看上去都特别的痛啊 嗯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拿那种 呃 缝衣服的那种绣花针啊 比那个针还要 细的多的那种针头 而且不是一枚啊 往皮肤里扎 是四五枚 同时往皮肤里扎 所以刺服的这么一个过程呢 也是一个呃 享受痛苦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要提醒着那个 人们同时在 刺服的过程中 这种痛苦 要在生活中 可能要忍受的更多啊 也是一种提醒 人们在生活的时候 多做好事 行善事 这个就是 刺服能够给生活 或者是说 能给运势 带来一些影响的 这么一个作用吧 现在是开始了 最后的一个环节啊 就是 呃 被刺服的人 要双手合十 眼睛闭着 在心里默默许愿 师父在上面 最后再涂上一层人员油 然后为他加持 刺服是不打麻药的 整个过程 需要忍受 肌肤撕裂的痛楚 而刺服完成之后 又会达到 前所未有的满足和愉悦 所以很多人说 刺服会上瘾 呃 其实呢 如果是你是单纯 好看 闻在身上 好看的刺服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 就不太建议来刺这个服 呃 因为泰国呢 讲究这个刺服的话呢 就是他有 泰国人家的有忌讳的 必须要遵从到 这些东西 嗯 是吧 比如说你刺服之后啊 呃 就是必须要遵守的纪律 嗯 如果你是单纯为了 刺服啊 好看 我去刺服 嗯 那个 那些纪律 没有遵守到的话呢 其实我 对于这个功效啊 呃 去没有什么用 嗯 你还是去闻一般的刺服 就好 嗯 就这个刺服 泰国人就非常讲究 师父说 虔诚的人需紧记戒律 积德行善 方能激发 锦上天花的神秘祝孕之力 疯狂的人 你 我去闻一路